换季应该注意些什么 我们一说这个 可能先入为主 都是一些表面的 换衣服 那正常 就先说换衣服 用俗语来解释 那可能更容易深入人心 就春午秋冬 这一春一秋啊 实际上是介于 冬跟夏之间的 那冬跟夏 就轮不到你 再舞再动了 你如果夏天 还要舞 除非是练一些 比较极端的功法之外 那么就是你身体极度的差了 有的人夏天也穿长袖 那就是老弱病残 到了一定的临界点 你尤其要注意了 那当然你还是要舞 不得已那你就舞 指的春午秋冬就是 冬 过了之后是春 那么春天一开始 春寒撂翘 炸脑很寒 还不是很 稳定 那么这个时候 还是随着冬天 先舞一段时间 舞到什么时候 一般的就是 第一个月 一个季节分三个月 当然你要有分地点 你在北方 东北 甚至山区 那你就多舞 有的时候 只有到夏天才勉强 可以 船 少一点 那秋天呢 就是夏天过后 为什么让动呢 你身体不好 还是不要动 人间是阳间 总是更强调温补一些 不管男女 但一般的 就是风寒感冒 也有风热感冒 那这个时候 你就是热上风 所以 秋天也是 一般第一个月 或者一个半月 最后两个月 到最后 就不要硬扛了 该夹衣服 夹衣服 秋衣秋裤都穿上 也分地点 根据自己情况 以什么为准呢 以自己身体 第一感觉为准 你感觉到冷了 一些 气候 它是随时会变的 那五天 一气 是五天 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 刮风下雨 该夹衣服 夹衣服 该穿雨衣 雨具 那就待 这个其实 都是承认的 你不用说 这样衣服 还让大人帮你穿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首先 是身体 就是日常的一些 生活习惯呢 实际上跟身体 还是有关系 你看夏天 太阳出来的就早 那这个时候你精神 能量 身体 阳性十足 比较旺 你可以晚睡一会儿 那到十一点 也该睡了吧 最晚的时候 其实也说的 指的是 最热的时候 你的睡觉时间 完全应该根据 日出日落来定 太阳一落 就准备了 准备睡了 或者直接就睡了 自然就困了 这个才叫身体好 才叫自 自然负荷 那冬天呢 差不多 也分地方 那高纬度的 太阳落山早 你就早睡 说一到更天 一更天 一惊天 七点到九点 就一惊天 那冬天的时候 太阳就 有的五六点就落山了 差不多就睡了 那你工作生活 没这个条件 那没办法 那反正多注意吧 对你好 人的情绪 也是根据司机在走的 说不定